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今年DC整个电影世界里面的第一部电影 而且为什么这个电影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呢 因为它在海外电影院和在国内电影院是同时上映 所以说国内的观众可以跟全世界的其他电影观众一起看这个片子 所以说也是挺为国内的电影院感到高兴的吧 但这个片子上映的时间是3月17号 就上一个周末已经过了一个周末了 我们上周没有聊这个片子 因为上周急着要把《最后生还者》电视剧系列说完 那本周说这个片子已经在观众群中沉浸的一周了 所以说想必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片子感兴趣 已经有机会都看过了 所以说现在说的话应该时间刚刚好 主要也是上周我还是新冠还阳着 所以没有人去电影院看 这周的话我把这部电影和《江维克4》一口气一天之中看掉了 大家都说这部电影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至少看完了它以后 我在看《江维克4》的时候觉得《江维克4》好好看 即使是一块砖也有它的作用 对 我觉得这片子出来之后 其实就在国内跟国外的风评都挺一般 因为我们以前在从前的节目里面 曾经在新闻区提过这个片子 就是这个片子有一些宣发动作 然后因为它是扎倒那个时代的DC电影计划上面的作品 所以跟现在我们知道的像James Gunn 滚倒他以后主持的DCU 其实是脱节的 它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两部作品了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很多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片子看完之后 对未来的DC英雄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终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片子是不是会真的就是影响 就是它的热度 观众对它的观众程度可能就会非常低 因为它没有这个故事延续性嘛 续航性很低嘛 而且现在看的就是说 国内跟国外对这个片子评价 其实都是挺中庸的 我们国内的豆瓣呢 评价是6.1分 然后国外MDB呢 它的评价是6.6分 这个呢说实话 就照比前面的第一部是这样的片子呢 其实它分数掉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片子总体质量上来说 应该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因为它核心制作团队 包括导演呢 包括整个这个演员队伍 其实都是同一个团队 所以这个片子质量其实是在一个平衡线上 但是呢就是在烂番茄上 影评人给的评分差距就特别大 上一部片子的影评人评分呢 是90%给好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众神之怒呢 就只有51%的影评人给好评 这就算是一个官宣的烂片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在影评人这边这个口碑相差那么多呢 而大众观众觉得好像这个这部片子和第一部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 那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关系吗 可能是影评人对这部片子的故事构架感觉会相对有点老套 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从电影制作或者是编剧啊剧情掌控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就是它其实是重复使用了很多我们以前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套路 另外就是从主人公来说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利·拜森这一个小孩 那么他在从上一部片子2018年2019年出来的吧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成长 那么在过去三年里面这个演员都已经变高了 模样都变化了很大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这个Shazan这个人物 他仍然存在着意义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这个两个人物变身前变身之后这个性格错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是让影评人士觉得失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他第一部的定位是本来就是没把自己当一回事 所以就是影评人去看的时候也知道 就像你去看一个SATA的电影一样 你不会把他当成一回事去看 因为你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样的 而这一部的话我觉得他的定位和第一部不一样 你从他所有的这些战袍看起来就知道了 第一部里面的战袍全部都是感觉里面是塞着棉花的那种特别搞笑型的是吧 但在这部里面他所有这些战袍什么的 基本上这种做法跟黑亚当的差不多了已经是 就是全部是很贴身的 至少看上去是挺正规的这种战袍什么的 所以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部正规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来看待了 那如果你要把自己这样看待的话 那么影评人也需要这样去看待你这部电影 那你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首先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这些坏人 他们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觉得是特别没有认真的在演这部戏 你请的都是什么Helen Merrin 然后是Lucy Lu 这两位大人物来演这两个坏人 而他们所有的台词好像都在念稿一样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们的那个衣服什么的和他们的化妆什么的 跟他们的完全是不配的 然后说这两个都是一个神的女儿 然后就是年纪相差那么多 然后品种还不一样是吧 一共三个女儿 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亚洲人 一个是拉丁人 这个你这个是为了政治正确去特别是在去这样做的呢 还是就是你想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这里面的话就让很多人就是看不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再者就是这个电影的分数低和其他DCEU的电影也是有关系的 你一路下看下来从黑亚当代看到这部的话 一路上失望下来你的分数是打不高的 就像MCU最近一样 分数就是一直为什么都是那么低 就是一部烂片看完了一部烂片 就是就一直这样下来的话 你这个口碑是不一样的 而在《学战一》就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说的话 《神奇女侠》第一集 《海王》第一集 然后在这部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DCEU正是在一个高峰的状态上面出来的电影 而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 DCEU已经走向末路了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后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了 我觉得其实你说这个确实是挺有道理的 就是说在《海王》和《神奇女侠》刚出来的时候 DCEU确实是属于一个underdog的那么一个角度 就是大家其实都希望他的英雄人物能够成功 而《海王》这个片子在商业性上和这个娱乐可看性上 也确实是达到了他应该有的高度 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海王》稍微有一点点过于 但是他的娱乐性其实是完全存在的 《神奇女侠》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比较神奇的例子了 那么这两个人其实在我们心目中都扎根扎挺深的 你说到《神奇女侠》 你想到就是Gal Gadot那个样子 然后你说《海王》的话 指定就是Jason Momoa 但是雷霆沙展他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在第一集里面 给了我们很多学校里面的小孩子生活的内容和场景 就是关于这个没有父母的小孩 他的生活矛盾 他的人生挑战 他自己的痛苦什么的 然后当时很多影评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DC以往的其他超级英雄没有的东西 所以说在《沙赞一》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加分其实都是加给了这个学校里面的小孩子面对玻璃啊 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 这些东西呢 很遗憾在几年之后 我们看到《沙赞二》的时候呢 都没有了 就是说《二》里面我们看到的Billy Bison出场 大概一共也就是五分钟吧 然后他们基本上没有在学校里面花什么时间 就是在学校里面出现的时候 就是那个学子弟弟Freddy 他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多了一段三分钟恋情 然后到学校楼上面去 然后整个这个学校里面的场景基本就结束了 然后他们在家里面正常生活之间的互动 也都变得非常非常少 很奇怪这个片子是两小时十分钟的时长 他这个时间都花在后面的那些数码怪兽啊 之类的东西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决定其实可能是这个片子 就是失衡的一个起点 那些数码的那些东西的话 其实看上去还不错 觉得比这个《倚人三》里面这些特效做出来的东西要好很多 有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这部片子的确就是 我觉得Freddy在这里面算是一个主角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看到 雪范他自己变成小孩的那个样子有多少 就像你说的 可能只加起来的话也就五分钟的戏 所以就是雪范这个人物的 人物弧陷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是不存在的 而第一部里面的话 你是看他怎么样被妈妈抛弃 怎么样去找妈妈 然后再一次被妈妈否认 然后在最后的话 就是承认了自己这个领养的家庭啊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有一条感情线在这边的 而在这部里面的话 他不停强调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实际上面的话 没有很大的就是故事性在这边 而且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部是一个人物的起源故事 第二部里面你没有解释这些人 为什么就不永远就把自己 作为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 在生活中 而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小孩的形象中 在小孩的形象中 你们都是一群孤儿 没有钱 要住在别人的房子下面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包括Freddy的话 他是有残疾的 那为什么他就不一直 作为一个超级英雄呢 就这些东西他没有去解释 使得这些人物的存在 是非常空洞性的 第二这部电影里面 不停的强调family 甚至把这个速度与激情的 这个梗也拿出来 这个梗出来了以后 其实就把这个电影 从第四道墙里面打出来了 因为Helen Merrin 就是在那个速度与激情里面的嘛 是的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一点的话 就是让大家会稍微 从电影里面出来了一下 然后就想象 然后你没有在看速度与激情的时候 看到过这个老太婆吗 你知道就特别奇怪 然后就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他在family上面 可以做很多的文章 在这里面的 这要就说到 很多这种超级英雄店里面 这些坏人的能力 一开始用过很牛逼的牛力 到后来就不用了 就在一开始 他们在博物馆里面 用到的能力 就可以操纵别人嘛 是吧 在这个耳朵里面说一句话 然后就把那个人给操纵了 那他可以用这招 来对付Shazan的这一家人 让他要跟自己家人而去打 你知道吗 这样的话可以体现出这种 family里面这些矛盾 什么的 甚至他可以控制了 他的两个家长 就那一个大胖子 和他老婆 他因为在故事里面 一直不承认 那个老婆是他的妈妈 直到的电影 最后的话 才叫了他一声妈妈 是不是 但是这个转折 在这个电影里面 完全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弧线的 有铺垫 但是没有故事 是不是 一开始的话 就是叫他名字 不肯叫他妈妈 最后的话叫他了妈妈 但是当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那么如果你让Lucy Louis 去操纵了这两个人 以这两个人为人质 把这个东西 放在这条故事线里面 最后他们经过了很多的事情 最后他承认 他是他妈妈的话 这不会好很多吗 对不对 但是这部电影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对 包括最后他说是 就是跟那个女的 叫妈妈那个地方 我也是觉得 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那个女演员 感觉好像是 跟第一集里面 看的样子 完全就是不太一样 好像是脸上 就是医美的痕迹 有点做过了 就是不太像 那个很接地气 那个那种 就是说牺牲了自己人生 很多东西 去抚养很多孩子 就这种感觉没有了 没有那种特别朴实 让人觉得特别容易 有联系 有投入感的 这种感觉没了 你想想就是说 Shazan他作为一个超级英雄 DC里面的超级英雄 他跟其他的超级英雄 有什么在核心上面的区别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青少年 虽然说他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他在变身之后 很牛逼 但是呢 他的核心理念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和他的世界观 仍然是一个小孩 我觉得这是Shazan能够跟其他的超级英雄 分开的这么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说Shazan一里面 他就已经把他身边的小孩 就身边这些兄弟姐妹啊 全部都变成了超级英雄 那这个决定在第一集的最终出现的时候 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怀疑的 就我觉得这个决定做得有点早 因为如果是Shazan是 整个这个超级英雄世界里面 包括其他的就是对手啊 什么这些特别强大的人里面 唯一的这么一个小孩 那么他在性格上面 有很多非常独特的东西 这个电影可以来利用 包括他的决定啊 包括他跟人对话 其实这个男主角 就是这个演员啊 已经很努力地在表现 他是一个小孩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努力其实是在的 但当你把他身边这些小孩 全部都变成超级英雄的时候 他就不是唯一的一个小孩了 他的独特性就被弱化了很多 当然在第一集里面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尖锐 因为是就是当已经快到大结局 打最后一架的时候 才把其他的小孩子 全部变成了超级英雄 第二集里面 开始的时候 家里面这些小孩子 就全部都是超级英雄 我们不知道这些超级英雄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能力上的区别 我们只知道 他们其实是把当初那个魔法师的 这个这个殿堂 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 然后呢 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 不停地在就是 这个城市里面做超级英雄 应该做的是费来费去啊 就是主人为乐啊 做这些事情 但是当一帮人全部都是小孩 以大人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这个笑话和尖锐的这种 就是幽默反差 就全部都消失了 因为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突出 所以说我在看这些家庭成员 这些兄弟姐妹 全部都是超级英雄的时候 我对他们的感觉 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 现在也不知道 那个年纪特别青 穿紫色的那个黑人小孩 长大了之后 他到底能做什么 他好像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 说了几句啊 特别喜欢宠物的话 卖广告 喜欢吃那个彩色糖嘛 彩虹糖嘛 skittles 对 然后那个亚洲小孩 喜欢玩游戏的那个小孩 还有那就是那个 就是自己自称是同性恋 最后出柜了的那个 就稍微大块头一点的 那个胖子哥哥 就这些人 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 给整个这个团队提供的贡献 和性格 不同性格方面 能够提供这种反差的输出 特别特别弱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 是整个这个电影 从出发点来讲 我们一直说 就最好的电影 其实应该是从特别好的 这个矛盾人物和剧本开始嘛 那么就是这个片子 给这些人物的刻画机会 都实在太有限了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你在看这个家庭组的时候 你并没有觉得这个家庭组很牛逼啊 或者是特别为他们想打call啊 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这个片子 对我来说做的比较失败的一点 然后他们还嫌这些小孩 不够漂亮 然后把那个姐姐给换掉了 换成了那个 坠落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然后就是很多人 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是特别注意到这个 这个女主角 身材上面的变化嘛 因为在这个坠落里面 并没有觉得她的身材 这么优秀夸张啊 在这个片子里面 很多朋友看完之后 都在微信群里面 去讲关于这个新战袍的特色 其实这两部片子里面 都是在录大腿嘛 这就是她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输出了 就这些人物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效果在这个里面的 这也没有说就是说 每一个人可能拥有一位 神的能力比较强 有一个可能速度比别人更快一点 有一个可能比别人更聪明一点 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在这部电影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体现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比较吃亏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她要决定 用小孩来演Shazane的话 那么从第一部到第二部 这些小孩的成长已经非常大了 这个主角的话 已经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成人的感觉了 比第一部里面的小孩更低沉了 所以当她变成了大人的时候 为什么大人反而是越来越幼稚呢 甚至比第一部里面更幼稚 这个东西其实是 从第一部里面就没有铺垫好的 为什么小孩那么少年老成 但是变成了超级英雄以后 这个大人就是那么的幼稚 这一点就是 从来就没有好好解释过的 还有那个Freddy变成了 那个大人以后 看上去有点像 那个Harry Stone的样子 特别讨厌 我是觉得 这个Billy Benson这个小演员 Asher Angel Asher Angel 就是长得有点太漂亮了 就长得漂亮到那种 就是她在学校里面 如果走来走去的话 我们下意识地就会觉得 她应该是那种 就学校里面的小明星 或者是今天这种特别强的 这种YouTube网红脸 就是这种人物 而且如果她干干净净地 白本净净 文思思文文地 在这里走 做点什么日常的事情的话 你感觉她就像是一个 学霸的那种感觉样子 就觉得应该是个 优等生的样子 而不是一个troublemaker 就是那种 到处挑逼导弹 或者是惹祸的这种人 所以说 当她变成Sazam的时候 这种就是 特别顽皮的小孩子 逗逼状态的这么一个人 在第一集里面 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这两个人的性格 感觉不是一个人 现在就这两个人 各自往各自的 极端方向上越走越远 我觉得第二集里面 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小朋友 是不是因为这些小朋友 就是因为他们长得有点 就是三年过去了 每个人都已经跟第一集里面 变化特别大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 他继续延续 当初这个电影里面 我们描述的这些小孩 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所以说其实就是 把他们的戏全部都 都剪掉 只有这个Freddie Freyman这个瘸子小孩 他就是一直都是属于 在演技上面 比较有天资的 所以说把这个人物 继续在第二集里面使用 是用的特别多 就这个小孩吧 就是他的故事线 说的是他快18岁了 然后他觉得的话 可能就是不能在这个家里面 继续待下去了 感觉就是这个家 本来也不是特别有钱 然后要养着这么 这么多的小孩 他在这边的话 政府也不会给他钱了 如果他18岁的话 所以这家人可能就不要养他了 所以他就可能要离开了 那么如果你是有一个超级英雄 你可以永远作为一个大人的话 这个是你的问题吗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包括他的姐姐也是 他的姐姐已经是成年人了 说要给家里面挣点钱什么的 你可以变成超级英雄 你做什么不能挣钱 你就以这个 就是你如果你是小孩的话 你的思考非常有限 那你想你变成超级英雄 怎么样赚钱 你送餐就能赚钱了 你的速度送餐 你不能比别人送的好多倍了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都不是问题 但是放在电影里面 好像觉得这些人物 有很多的就是心理的矛盾 有很多的问题 缠绕着他们需要去解决什么的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面 就没有解释 为什么他们要变回小孩 要待在这个家里面 而且说这个家里面特别穷 也不是啊 这两个大人最后 把这那么大一个house 给买下来了 如果他们只是靠这些 政府的救济金的话 他们怎么有钱 把这个house给买下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莫名其妙 就是我没有看出来 这个里面 他们有什么任何的困境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超级英雄 日子过的经济上面 比较窘困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基础设定 除了像什么蝙蝠侠 钢铁侠 还有那个什么绿剑侠 这几个就是比较奇葩的超级英雄 他们是用钱来支持自己能力 其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超能力 其他大多数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 包括超人 他的经济上面来说 他的日子过得 其实都是非常平庸的 所以我觉得他想把这个元素介绍进来 就是让这些小孩觉得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 那么这个寄养家庭可能是他的经济来源 确实是挺窘困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你让我们看到一点细节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并没有看到这些 就是他们觉得 好像是小孩子自己攒点零花钱 干点什么事情 这其实是编 我不用我教编剧说什么事情 就编剧应该自己知道的 但就是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是看到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雷霆杀感2 他这个电影立刻打分就会高起来 因为你看到了这些小孩子 当他们不是超级英雄的时候 他们在经济上面是如何挣扎的 这个东西在这个2里面 就是完全是空白 所以说导致了说这个片子 他在世界观打造的时候 感觉就是特别空 特别塑料化 另外一个 这个片子本身 他其实是有这么多超级英雄 他仍然把这个关注点 聚集在一个城市 或者这个城市的一小块里面 包括这个三个神的女儿 最后回到他们自己那个维度的时候 他们其实的活动空间 也就是在限制于在那个神殿里面 就给人感觉好像是 其实只是用了几个不紧横的努力 去打造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些时候就是觉得这个片子 花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观这么小 这也是让我觉得挺神奇的地方 就是说回前面那个 他们要赚钱这个件事情 我觉得这部电影 他与其去就是拿速度与激情 去做这样一个梗的话 他可以 他本来这个部电影 就是一个超级英雄的set爱电影 他可以去set爱其他的超级英雄 就比如说 就像学蜘蛛侠一样 明明是就是自己是超级英雄 但是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照 然后卖给报社这样去赚钱 什么的 是不是就很明显的一个call back 他去stop Spider-Man这样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就会非常适合 而你用这个速度与激情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 你放在那个预告片里面的话 其实大家已经看烂掉了 真正等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包括就是最后的那个预告片 出来的时候 把神奇女侠都放出来了 所以就是等这部片子完了以后 我们才看到神奇女侠 慢慢的走出来 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预告片里面会觉得 就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最后出来的话 肯定是有很多的戏的 但是完全没有 就是稍微比预告片 多个两句话而已 感觉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彩蛋 但说实话 这个彩蛋还是有它的价值 至少在这个片子开始之前 我们就是炒作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为了炒作 其实是宣传的一部 所以我觉得还是提供了一些票房上面的这个小努力 但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这个片子 它的总体娱乐性和总体质量 我觉得像那个Family就是速度与激情的那个笑话 那个笑话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最好的笑话之一 但可惜就是因为把它放到这个预告片里面了 所以说大家在看电影之前 就已经知道这个笑话 而这笑话每一版的预告片里面都有 所以让人觉得已经看过好多好多遍了 等到真正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笑不出来 第二下意识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这片子里面应该有很多其他的笑话 跟这个笑话基本上是类似质量的 但很可惜的这种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Freddy不停地在像机关枪一样 在说话 然后就是像这个Zachary Levi的变身之后的这个 Shazam不停地在那里 非常恐慌 我就是个小孩子 我就是个小孩子 我觉得就是这个套路有点用的有点过多了 有些时候你要真正体现出来这个小孩子的挣扎 你也给他一些成长的痕迹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接受这个东西会更容易的很多 对包括那支笔 就是不听血他们说什么东西 这个梗也用了两三次在这里面 就是有点老套 特别当Helen Mirren在那边读那封信的时候 就感觉是他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笑 然后很没有意思 就演得特别的差那一段 对我是觉得他是怎么说呢 是就是我就是对这几个坏人的这个神的女儿啊 我就是觉得特别生硬 感觉好像他们就是过来领盒饭 就是或者是个剧请了他们来 但是给他们的这个剧本或者是人物里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让他们发挥的空间 像Helen Mirren的话 基本就是说一边在演这个东西 因为他有这个职业操守嘛 所以演这个东西演也是演了 但觉得好像是我 其实这不是我人生最优秀的演技 就是在那对付 然后Lucy Liu也是 刘 Mirren的话 我就觉得他一直就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 骑在那个龙上嘛在屏幕上 然后他就基本上说腰也不动 肩膀也不动 手也不动 一直就是在那里坐着 然后这个电影呢 是用CD的方式 给了很多龙飞来飞去的这种镜头嘛 但这个龙飞来飞去的天上拐弯的时候 他就是坐着很端正在那个龙上面 感觉是特别脱节 而且他做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塑料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坏人要惯了坏事的这种感觉 就今天这种超级英雄电影 再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坏人矛盾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行不通了 就是你没有给他一点真正的这种动作戏这方面的东西 就整部电影里面 就超级英雄之间就是互相放闪电 就是这感觉是这样的 Lucy Lou以前在这个演Charles Angel的时候 各种翻跟斗啊 踢腿啊 动作是很多的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一点 但是你稍微给他一点这种掉钢丝的这些动作啊 什么的话 其实会让这部电影好看很多 而不是一直就是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的那种感觉 这感觉是不是在看完了John Wick之后 就是特别强烈 我是先看这个再看John Wick的嘛 就觉得John Wick就好很多了嘛 对对 而且这个片子里面呢就是神的三个女儿呢是老中青 对吧 老太太 然后一个中年妇女 然后一个少年 小姑娘 颜值担当 这颜值担当呢是白雪公主 你觉得这个白雪公主呢 在这个这个杀赞这个电影里面 他表现怎么样 这个人物给了他很充分的表现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他想政治正确 但是做的非常政治不正确的 就是一个六千年的 就这样一个半神吧 然后跟一个未成年的这样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然后这部片子里面很合理的让他们接吻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但这个东西如果你换成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这样的话你这个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恋童了 是不是 对啊 雷神的话至少 那个Jane Foster的话是个成年人是不是 不是一个小孩 但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东西发生在一个小 和一个小孩的关系上面呢 你或者在电影里面就让他们已经过18岁了也可以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做到这边的话 其实是非常尬的一件事情 神奇女侠在神奇女侠二里面不是也面对着非常类似的这种 对啊 迷奸别人吧 然后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在这种超级英雄店里面 其实很多MCU的店也是这样 就是他们一定要给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或者是里面的某些人物啊 要把他们编成CP让他们之间有这个爱情的火种啊 但是如果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有几千年的这个寿命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是在这些人物身上看不到几千年的就是生命和几千年的体验带来的这种人生经验的沉淀 这种东西没有你不能说这个人是六千年他就六千年你要给他值得六千年的这些东西和这些分量 所以如果你要是加了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我对这个人活了六千年他对人生的这种疲倦啊 分分离离之间的东西他应该已经看得非常淡了因为他干过很多这种东西了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他这个六千年方面的塑造特别成功 如果你要想把他变成一个小姑娘然后是在屏幕上面跟这个少年少女 他们之间有这个爱情火花然后就是取悦我们的年轻观众的话 你不要让他是六千年因为如果你把他变成六千年的话 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观众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承认会接受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别扭 而且就是他的人物设定就是他的两个姐姐管得他特别严 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每次三个人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他经常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然后两个姐姐的话也会听他说什么东西的 所以并不是这种就是姐姐管他管得非常严的这种感觉在这个戏里面 所以各种设定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甚至这个部戏里面不需要有三个姐妹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点凑人数的这种感觉 对有点其实一好一坏就够用了 对吧 而且就是这个这个Rachel Zegler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儿呢 她好像她这个魔法可以随意安排这个世界 然后把自己就变得很远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解释的很清楚 这个老姐姐Helen Mirren的那个姐姐 好像是说她有这种就是元素法系的这种能力 但是像什么控制火啊控制电啊 这些东西感觉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发挥 最终就是做了一个立场 做了一个圆球 就是一个结界封印的那么个东西 然后Lucy Liu的那个这个这个坏大婶 感觉好像其实应该是可以控制人的就是精神和灵魂的 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 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下 后面的时候就没有再用了 其实就拿那个棍相互直接放闪电 这个东西就是让人觉得这个超级英雄片子做的比较比较懒 因为真的是可以有很多比较优秀的梗可以玩出来的 对啊就是他一个是把他的家里人给实化了 另外一个是操纵了他的家人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选择 然后他必须一个人出来战斗啊 这些东西的话 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用到的 不然你一开始铺垫这些能力干什么呢 是不是 对 而且另外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大疑问 就是说当这个老法师在第一部里面 其实已经碎了吗 我以为他就已经挂了 为什么到这片到这个第二集里面 突然之间就跑到人家的监狱里面去了 这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的事情 他也不解释 对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个演员 想让他再回来 这个演员也是 加盟哈苏的话是什么电影里面都有他 海王里面也有他 然后漫威那边的话也有他 是吧 只要是超级英雄 现在感觉基本上都会有他 那么这个片子 现在看来这个票房是挺尴尬的 30 好像是首个周末的话只有3000万 然后现在感觉好像他的票房 不太容易超得过雷霆沙赞一 你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标志了DC 前一个阶段正式 基本上这个生命力就结束了吗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已经 对DC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所以就是一般性是不知道就是 James Gunn要重启这个DC宇宙的话 那么一般人的话 就是看了那么多烂的这些超级英雄片 实在到了这一步的话 看了广告片以后 也觉得就是这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去一看的 所以就这部片子票房特别差 那么知道James Gunn要重启这个DC的话 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话 也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在这边 包括最后把这个人给复活了 神奇女侠过来突然有一个可以复活人的能力 就把他给复活了 复活了又怎么样呢 他又能怎么样呢 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边了 然后包括最后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把他请去这个Justice Society 对 是吧 但是那个Justice Society是那个 是那个黑亚当里面出来的东西 在新的James Gunn的宇宙里面 也肯定不会拥有的 所以这一举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唯一有的意义就是让James Gunn的老婆出来客串了一下 对 我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他其实可能是故意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包围吧 做了那么一个钩 因为James Gunn的作为他的新的DCU的这个构架的话 他唯一从前面寄留保存过来的就是Amanda Waller的这一条线 所以说感觉好像是从Amanda Waller手下的这些人 包括像什么和平使者 包括这个他自己的老婆 这个人物 好像以后还会有一点就是周边的戏存在 所以说让这两个人过来来请Shazan的话 就以后如果是说让Shazan能够在未来的DCU里面充当一个什么决策 偶尔出场一下两下的 感觉好像是还是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开口和机会 你觉得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保留的 就是这个IP里面的这些人物什么的 你再要重启的话 小孩已经长得很大了 你再也没有这个小孩变成超级英雄的这个梗在这边了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且这个Zachary Levi的话 现在已经就是你看他的脸的话 已经可以看出很多沧桑感在这边了 这样脸跟这个第一集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比的了 现在真的感觉就是一个老人在装小孩的一个感觉 第一步的话 他至少还就是他的脸没有那么的沧桑 没有那么多皱纹啊什么的 就看上去的话 还是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幼稚的一个大人的感觉 但在这一步里面就是感觉他特别努力的在装小孩 这个感觉 就是就特别严重了这一点 而且我就觉得 就是他本身那个小孩是非常沉默 话特别少的 然后他变成超级英雄的话 话特别多 其实这个人设跟Freddy是特别像的 对 我觉得不应该是Freddy就是变成了薛泉 然后是这副样子的吗 应该是 我有特别强的感觉 而且就是当Freddy变成就是超级英雄的时候 那个人物其实跟Freddy本身 也有相当大的这个性格反差 就感觉好像他们并不是特别协调 我其实特别喜欢Zachary Levi 我觉得他在一里面这个表现啊 不管说那个电影本身质量怎么样 我不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问题 他其实本身已经挺非常努力的在演绎这个东西了 而且我看得到他的努力 我真的希望他有一点稍微好一点的机会 你看他在那个雷神系列里面 就演出了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的就是一个门将嘛 最后被人家呱呱呱就干掉了 就什么戏都没有 也出场了一回 拿了点盒饭 然后在DC这边得到了个机会 感觉好像应该是他起飞的这个起飞点 但其实这个片子最终就是系列也就是无疾而终就做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希望他有一点其他的机会了 因为我觉得他在表演方面的潜力和天分其实还是有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但是问题是演超级英雄的话 这个板块不是特别适合他 我就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衣服被烧了以后变黑你知道吗 就一开始有一小块变黑 然后后来他顶着那个魔杖往前面飞 整个衣服变黑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有一瞬间那感觉是在看黑亚当 有点有点 对 就是我以为他那个衣服变黑 然后会有一点什么其他的梗说出来呢 就是说出来会做出来 很容易去做一个梗在这边吗 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 对 这片子看完之后最大的印象就是说 独角兽都喜欢吃那个彩虹汤 我感觉这个片子挣钱 如果不从票房挣钱的话 估计从彩虹汤那里能拿到好多钱 就是这广告植物真的是特别明显 太明显了 对 而且还要说那个广告的catchphrase 是吧 taste the rainbow 是吧 尝尝彩虹的味道 是吧 对 独角兽都喜欢吃彩虹汤 虽然独角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小孩子在这个什么画啊 或者是玩具啊 那个独角兽 独角兽看起来其实还都是非常凶残那种恶兽的样子 有这个变形 然后就是说说回来 还是刚才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打造有点失败 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些小孩子突然之间都骑上了独角兽 然后就是追这些其他的这些恶兽 最后把这些其他的恶兽全部都聚集在这个好像是一个体育场那么一个空间里面吧 然后你感觉好像就是六七十只怪兽的样子 就这个东西你也想征服世界 就是超级英雄片子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把牛吹得很大 但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感觉好像是你连一个区都征服不了 还征服全球 这个东西实在是反差太大 那么这片子说了半天 你给最后给这个电影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和评价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也不能说是烂 就是很多能做好的地方没有去做好它 我看这部片子的感觉其实跟看《蚁人3》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吧 就是没有人让人看到特别气愤的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就像我在看雷霆4的时候就感觉你他妈的好好说个故事不行吗 就不停的在那边开玩笑什么的就有点过 这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还是OK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给他打个钟吧 我给这片打算是可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我特别同意 就是说这片子吧 它没有在侮辱我们 就是你并没有觉得你在看这片子的时候 智商受到了侮辱 因为他这个片子 我觉得他在制作这个片子的时候 他的目标观众还是青少年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还是希望青少年能够去联系 能够去投入 比如像少男少女的吻 或者是你就是超级英雄突然之间有了自己的自由 然后在自己这个据点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都是小孩子初中生 小学五六年级特别喜欢的东西 或者特别梦想的东西 但很可惜这个片子他想做好的话 他要提供给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欣赏的东西 但这个片子里面他就是因为把自己主动降制了 所以说失去了很多像我们这个级别的观众 就是觉得会很喜欢很讨喜的东西 没有给我们做这个片子 所以说给他打分之渴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小孩子 或者你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话 灵魂上面是个小孩子 你去看这个片子 你可能期待值也不是很高 这个片子鱼鱼乐乐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作为超级英雄片 特别是跟前面也很多其他的比较优秀的片子比的话 这个片子真的也就是属于那种刚过及格线的样子 就现在开嘴炮的这些超级英雄太多了 就是整个玩笑性的 包括雷神4 包括这个死士啊什么的 都是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没有自己的一块新鲜感的东西在这边了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莱坞话题和新闻 首先第一条是跟漫威影业有关系的 最近听说漫威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级的执行官 叫做Victoria Aloso宣布离职了 这个事情你听说了吗 他是一直以来是跟着Kevin Feige的 从第一部钢铁侠跟到现在 其实很长时间的话 一直以为如果有一天Kevin Feige走了以后的话 他可能是接管Kevin Feige这个职位 作为第二个Kevin Feige的 所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觉得 就是他就是下一任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之间一条新闻出来说 他就是离开了漫威影业了 然后新闻里面也没说是他选择走的 还是公司把他给踢掉的 我就最在昨天和前天 重新在就是梳理这些信息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新闻帖已经就是试图把这个东西说成 他是被开除了 那么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他是2006年 就是在第一部钢铁侠出来之前 制作钢铁侠电影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核心团队里面的人物了 而且Kevin Feige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制所有这些片 他下面指定是有一个比较中心的 而且有能力的团队去支持他的 那么这个Victoria应该就是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 还是个女生 所以说应该是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支持和认可 在2021年的时候 他是被升职负责这个电影后期制作 视觉特效和动画方面的这个工作管理 他作为高管的话 他是负责这么一块的 那你觉得在漫威就是MCU第四阶段 我们也说过有很多像什么打斗戏 其实动作看起来非常水 一点都没有酷炫的那种效果 或者是最近看的这个蚁人三 就是觉得好像是视效 基本上都几乎是没有完成的这个级别 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跟他最近这个工作 有一些联系呢 就是说他的工作态度不太好 或者是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这一块搞得比较乱 跟他的工作能力有关系 会不会是有这么一个映射呢 漫威的视效这方面的话 其实一直是一个新闻话题 就是说很多现在这些特效公司 不愿意给漫威去做 因为觉得他们就是需要的工作量特别大 然后经常就是不满意 然后要退回来重做什么的 然后很多工作人员都要做到很晚什么的 就抱怨这方面 所以其实那个Victoria Lonzo 在这方面是抓得挺严的 问题是现在就是这些特效公司 他们因为要互相竞争 经常把价钱压得很低 然后自己在刻薄自己的这些工作者 你知道吧 然后这些事情就全部都灌到漫威里边去了 其实漫威也是挺冤的嘛 就你们在竞争竞争这个夺标的时候 把价钱压那么低 然后你们现在又说我们对你们不好 我们没有对你们不好 这个东西就是竞票的 你们自己把这个市场价格给压低了 那你能怪谁呢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我不觉得是漫威的一个问题 但的确漫威 这可能一两年之间 所有这些CG做的是挺一般的 包括这个蚁人3里面那张脸 实在是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关的 但是也可能就是他们需要 就是稍微要拉好一点 跟这些CG公司的这些关系 不然的话继续做下去的话 真的就如果没有人给他们做的话 现在你看这些超级精英 全部都是拿CG来 就是加层出来的东西 包括今天我们聊的这部 Shazen 2 你看到最后的话 所有那些怪兽的话 其实都用CG做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 其实完全可以去做一部 就是稍微少一点这些CG 人物分量更多一点的 比如像金刚狼3一样的这样的电影 是不是 其实是可以做的 但问题现在就打这种 大宇宙性的这些东西的话 肯定需要这些CG的东西 所以这点是挺麻烦的 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在做这个节目 之前的话 我看了一个 Hollywood Insider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 为什么他被解雇 是因为他去制作了一部电影 叫阿根廷1985 这部电影的话 也是今年奥斯卡 被提名的一部电影 然后这部电影 是Amazon公司出的 所以他去做这部片子的制片人 其实是违反了 他跟漫威的 跟迪士尼的合同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去年出来的时候 因为去年参加这些电影展 什么时候就出来了 然后漫威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就跟他说 你之后的话 不能再继续去 promote这部电影 不能去宣传这部电影 但在今年的奥斯卡的话 他作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他是跟着这个电影的导演 一块出现在红电坛 一直在宣传这部电影的 所以就是奥斯卡过了一周之后 他就被解雇掉了 所以还是因为这个关系 就像你一个球队的球员 你跑去给另外一个球队踢球的话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严重的 对 这利益冲突 这也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还是觉得很遗憾 因为确实他管这块 最近从MCU的角度上来说 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超级英雄片 这还是说回来 在今天来做这种电影的时候 就是绿瓶用的特别多 有些时候就是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你并不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有很多 这种视效工作量 但其实他就是有很多 平白增加了很多视效工作量 有些时候我觉得外景可以搞定的事情 他就一定要在屋子里面搞 然后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推到后期 因为推到后期之后 可能是你对这些大牌演员 对他们的要求就降低了 因为都是绿瓶嘛 所以说在屏幕上面用什么东西 加什么东西 减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不用再跑到外景去重新拍 而且外景本身也可能是一个 就是不可控因素吧 算是一个风险 但是这样就是把导致的情况 就是说很多超级英雄片影 他光一个价钱就是150个million 就这么多 大家都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东西 感觉好像成本全部都上来了 就像你说的很多像这种 什么金刚狼 Logan这种片子的话 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 其实都很有限 因为大家在讨论超级英雄片的时候 就要花这么多钱 就是要做这个方式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 大家应该希望这些电影公司 能够从 就是已经有这种继承的思路里面 跳出来 多想一想有什么其他方式 做一些好片子 而且现在就是在 就是这些绿瓶前面拍这些 大场面的电影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演员跑来跑去 其实你看得出 他们就在兜圈 并没有跑得很远 就比如说像在Loki 那个电视剧里面 他跟Sylvie在一个 星球的一个小镇里面 跑的时候 基本上在兜圈跑的 在蚁人3里面 蚁人和他的女儿 在这个游击队的那边 突然之间被康德军团来打斗 打的时候 他们在逃的时候 也是都是在跑一个圈 感觉就是 看上去的话就非常的不自然 或者是觉得世界观特别小 你给我们一个 就是大宇宙 大时间线这种东西 但其实最后钻来钻去的 就是在那么三五个房间的 那么一个小道路里面 钻来钻去 就是观众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这也是就是不仅彭和绿瓶 带来的这个局限 下一个话题是James Gunn 就是DC这边的东西了 James Gunn说 他其实现在不是在掌控未来的DCU 他自己现在也宣布要做 自己做一个超人的电影 就是Superman Legacy 这片子就是他自己要编剧 然后他自己也要指导 所以说前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就会去猜测 说谁将会是未来的超人人选 那么老张 你心目中有未来的超人人选吗 属于你的 没有我觉得超人的人选的话 一直是不会是一个就是特别明星化的一个人物 你从这个超人归来 Superman Return Brandon Ralph去演超人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听到过Brandon Ralph这个人是谁 包括Henry Cavill在演超人之前的话 其实他演过的电影特别的少 他不是一个明星级的人物 所以如果让你去猜那个时候 谁会去演这个Man of Steel钢区的时候 你不可能会猜到是Henry Cavill这样一个人的 对吧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这方面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去猜 而且如果他是要演 就是挑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超人的话 就是20出头这样感觉的这种超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们更猜不到 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演这些什么 迪斯尼的这些小的这种青春剧里面出来的人物 这些演员的话 我们不会去注意到的 包括这次演超人的 包括这次演猫王的这一位的话 他以前就是演这些迪斯尼的小剧的 所以我们不会想到猫王由他来演 这种选角的话 我们是不会去猜测得到的 除非你是好莱坞的这些casting director 对 我觉得你说这确实对 因为他如果在挑超人演员的时候 很多人现在的传言就是说 他要挑在20岁左右的 非常年轻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超人的故事呢 就是集中在超人事业线的早期 讲一些这个时候的故事 同时呢 这个年纪比较轻呢 架圈就比较低嘛 而且呢就是可以演超人 可以演很长时间 如果这个电影世界呢 是一个大概10年20年的 这么一个计划的话 那么你从开始一直到后面 这个超人的样子不会变化很大 这可能是对电影来说 对整个这个电影世界来说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决定 建森堂自己跳出来说 说好像是 并没有这个20岁左右的这个要求啊 就是演员 不一定非得在30岁以下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霍悉尼的这么一个说法吧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 基本就是还是跟我们今天说 这个雷霆沙展有关系的了 雷霆沙展的片子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票房不太好 然后这个主演呢 就是Zachary Levi 最近在这个电影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推特上面 就表达了一些 自己对电影票房状态的 这么一些看法 他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说很多扎倒的影迷呢 希望沙展2表现铺接 这样能够就是借此呢 泄愤呢 对华纳这个电影公司的这个决定呢 泄愤有这么一种 就是我不喜欢你 所以我希望你所有电影 都铺接的这种感觉 你觉得这个事有道理吗 这个事听上去挺离谱的 但是我绝对相信的 就是当这个哥斯拉对金刚 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 然后扎倒粉都会过去 把这部片子拼命打地分 就是表现他们对这个华纳的不满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这条新闻的话 我绝对是相信的 扎倒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然后扎倒的话 这周又搞了一个新闻 给自己设了一个 就是因为以前有这种 comic con 就是漫画展啊什么的 他搞了一个扎倒展 snide con 这种就是 我一直觉得就是 扎倒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一个人 没想到他这么自恋 你知道吗 又用自己的名字搞一个展 然后就把自己的就是 钢区啊 蝙蝠下对超人啊 正义联盟啊 散布电影在这边 就是要放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就是扎倒粉 又开始就是 开始动起来了嘛 纯水欲动 对了 然后这部电影票房不利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在前面说过的 其实也跟黑亚当有关系 就是黑亚当这部片子的话 拼命的要跟雷霆沙弹 划清界限 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就是雷霆沙弹 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一定要就拉听 拉清楚这条线 使得就是大家对这部电影 不是特别看好 然后黑亚当自己也扑接了 那么在这个同一个IP里面的东西的话 也对他有特别大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 巨师强森他本人 对这部片子有很大的这种 参与在这个里面 他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聊到 这个最后那个彩蛋 是那个 James Gunn的老婆和那个胖子 一块出现 最早的话是 他们是希望从黑亚当里面的 正义协会里面的 英人和龙卷锋 这两个人去招 薛杰的 但是因为巨师强森不同意 因为他是那个片子的纸片 不同意 所以他们在临时在凯成 James Gunn的老婆 所以不是他来决定的 是没有办法 作为plan B来营救的 这样一个策略 但说实话 就算这个勾已经做的可以 但未来的话 我觉得沙展这条故事线 也发展不太下去了 就我觉得沙展这个故事 已经没有什么其他 更多可说的东西了 以后可能是作为花絮 或者是彩蛋一样的东西 出来一下 可能大家还会对他有点兴趣 因为这个人 你想让他撑起来 自己一个系列的电影 其实不太容易 他这个逗逼形象的话 其实最适合的 就是在其他的电影里面 打酱油 说实话应该是这样 而且就是Zachary Lever 他一直说是 这部电影的marketing 没有做好 其实它是一部 很好的家庭电影什么的 按照这个方式去宣传的话 其实可以做的很好 但是问题是 你这部电影里面 自己没有放很多的 这些家庭的 这些成分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这部电影 是按照一个家庭成分 去拍的话 那你的预告片里面 就会多很多这种 家庭成分的这些东西 去吸引家庭 去看这部电影 问题是你电影 自己没有往这方面去做 你不能怪 这个marketing team 没有做好 预告片 没有把这部电影 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 因为你这部电影 就没有把这个电影 想表达的东西 给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点 说的特别对 因为这部片子 做出来之后 并不是是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子去看的电影 我觉得他还是想做成 这种年轻人 拉帮结伙 不是 就是高中生 初中生 初中生 拉帮结伙 一起去看电影的 这种电影 所以说 虽然都是为 年纪轻的观众做的 但他其实这个角度 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片子 我带我自己的女儿来的话 回头等到我们开始聊东西的时候 能够聊的跟家庭方面有关系的东西非常少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扎导 这事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事也挺新的 我看到了广告的那种海报式的东西了 就是扎导有一个Snyderverse 然后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正义联盟 扎导版正义联盟 要进电影院去演一下 我倒是很好奇 这个片子最终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票房反应 因为虽然你说这个扎导 扎导的影迷 它有可能很狂热的影迷 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 巨狂热的影迷 包括这些歌手啊什么 其实都是这样的 但这些影迷其实都是非常小众的 这么一个小群体 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小群体 他们真正能够影响电影的票房宣发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限的 这片子它就是票房上面栽跟头了 铺接了 还是有它自己质量上的原因 并不能完全都是去怪 去怪扎导的影迷 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是没有想象得到扎导的影迷 他们能做多少疯狂的事情 我现在每天打开Facebook 我都要去屏蔽掉 可能两到三个 就是扎导影迷的这样的page 就是它在Facebook上面 他们一直就是买这些推广嘛 所以就是我每次打开Facebook的话 都会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去 就是不停的去屏蔽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 其实是很大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正常的 一个Facebook用户 你打开你Facebook的话 就经常会扫到他们的里面 那些这些天的东西 然后就是拼命的在这边 说DC的坏话 然后拼命的说 就是扎导的东西有多好 这些东西 他们的影响力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漫画展的上面 就是飞机铺横条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雇那些车到处开啊 什么的 他们真的是挺能花钱的 而且就是跟其他的这些疯狂粉 相比的话 他们这个团队的话 其实是有扎导不停的 在跟他们输出这些东西的 你知道吗 其他的话 你比如说 你说什么 就是国内可能这些单改的粉啊 什么的 喜欢这些明星啊 什么的 其实明星很少 跟他们有这些回应的东西的 但是扎导在这方面 对他的这些疯狂粉的回应 是特别多的 一直鼓励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包括这个 哥斯拉对金刚的导演 都去找扎导说 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粉丝 不要让他们来 这样恶搞我的作品 然后他都说 我不能去掌控他们什么东西 但是他其实是 一直是在给他们做 就是精神上输出的 粉丝也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行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的节目订阅 点赞 打分留言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 微信群 微博上面 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 那我们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 可以搜索的到 只要搜索大话 出的电影 这个我们每次重复一遍 是因为有些节目 会在某些平台 莫名其妙的被下架 所以想听权 我们所有节目的最好的方式 还是在多种平台上面 多种的关注我们 对我们的节目 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 有任何问题 或者话题讨论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 跟我们留言 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话说电影 从中可以取得 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 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 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第285期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